记者林静伦宜兰报道 宜兰县政府今年3月24日开全国第一枪 将针对县内立泽和隆德工业区监制私有土地开征空地税 除原地价税 再加征5倍计算 但因此案引发许多工业区厂商反弹 宜兰县代理县长陈金德金在县务会议就才是 暂时停止征收空地税 行政院长赖清德上任后积极解决产业界五缺 只是要解决工业区用地监制问题 宜兰县政府早在104年3月24日公告 为有效促进立泽与隆德工业区土地利用 避免土地监制 给二工业区厂商三年缓冲期限 厂区私有的如果超过107年3月24日尚未请领建造时召开工者 将依土地税法 以应纳的地价税为基本税额 另加征五倍空地税 直到领召开工为止 县福表示 目前全国仅宜兰公告 立则工业区面积329.05公顷 其中私有的约130公顷 民国85年工业区重新开发至今 私有的只有约58.73公顷建厂 开发率仅45.15% 隆德工业区民国69年开发至今 面积236公顷 私有的近180公顷 开发率较高达97.4% 县福今年3月24日开出第一枪后 引发利则及隆德工业区厂商反弹 认为厂商没到宜兰建厂 是因那货车不能开进雪碎 将增加太多出货营运成本 正积极处理兼制土地 希望县福多给些时间 不要急助征空地税 又鉴于此 陈金德金在县务会议才是 鉴于还未开出任何空地税单 为回应厂商的需求 决定取消104年与107年的公告 暂时停止征收地价税 104年限期建筑范围内之土地 依平均地权条例规定 其新建改良物价值不及所占基地申报地价50% 这不予核发建筑执照的处分 也予以取消 14点42分更新